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安 我是宝哥 今天分享炼佛求鱼 执师执国 金斯里兰卡 西南很远的地方有座孤岛 岛上住着五百户人家 他们不闻佛法 捕鸟为食 有一天啊 数千条大鱼游进该岛 一起唱炼 南摩阿弥陀佛 岛上的人不认识这种鱼 鱼是 就根据他们发说的声音叫他们阿弥陀佛 如果有人学着鱼的声音唱炼 阿弥陀佛 鱼就会游到岸边 如果一直唱着佛号捕这些鱼 他们也不会逃走 如果好几个人一起唱炼很久 捕到的鱼的味道就会很鲜美 而唱炼少的人捕到的鱼味道就比较差 全岛的人都非常喜欢吃这种鱼 为了捕到他们 他们经常唱炼阿弥陀佛名号 之后啊 第一个捕鱼的人寿命尽了 命终三个月后来到海岛 沉着紫云 放着光明 告诉众人 我是为首捕阿弥陀佛鱼的人 命终之后升到极乐世界 那些大鱼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 阿弥陀佛哀命我们鱼吃 便做大鱼 劝我们练佛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看看鱼骨 全都是莲花状 众人找到以前丢弃的鱼骨 发现全都成莲花状 见者皆生感悟 从此不再杀身 以恋佛为业 在这儿宝哥觉得 阿弥陀佛不只辛苦 牺牲奉献救度众生 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脱离苦海 所以想到的时候就要多多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会因你有词念他的名号 而保佑你的 今天就说到这了 欢迎大家订阅宝哥的频道 祝大家都幸福美满 愿者不再贵